当春秋时代进入战国时期 各诸侯国的生死存亡攸关每一步的走向 因此从魏国开始 各国纷纷进行变法改革 希望能够生存下去 战国七雄各具特色 各自展现优势 难以被其他国家轻易超越 这些国家在战国时期 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法和改革 为自己带来了新的生机 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胜出 成为当时的霸主 这种改革和变革 成为各国在战国时期得以兴盛的关键 今天就复盘一下 齐国为求生存和发展 纷纷进行变法改革 以及对国家的影响 第七名 齐国 邹居改革和孙并之君 齐国在春秋和战国时期 一直是大国之一的战山东半岛 物产丰富 然而 由于齐国长期作弊上官的坏习惯 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在春秋时期 齐桓公称霸一时 但齐国后来逐渐暗弱 田氏专权甚至篡位 史称田氏戴齐 此后 国政混乱 国力衰落 未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在战国时期 魏国多次攻打齐国 齐国连败连退 最终被迫割地求和 这些都是齐国长期作弊上官的后果 也是导致国家灭亡的根本原因 直到齐威王继位 以邹纪为相 田纪为将 孙并为军师 进行了一系列变动 邹纪主张上下一制 修订法律 监督官吏 严明赏发 还举荐得力大臣 助手四敬 在齐威王的领导下 齐国国风大震 军事上 还在桂林和马林 两次击败魏国 赴了大仇 然而 由于齐国对改革 没有特别强烈的需求和欲望 齐威王的改革只是相当于进行基本国策调整 对国力影响不够 是战国七雄中改革效果最低的 第六名 楚国 武器变法 在春秋十七次甘满意 最早称王的楚国 都是一个属于强盛的国家 扶元广阔 且已完全融入华夏 但是战国初期 楚国面对三进之威时连战连败 丢失大片土地 因此迫切希望能改革取胜 不久之后 魏向吴启因政治斗争失败投靠楚国 楚道王任命吴启为另引 并掌握大权 吴启变法是楚国在战国时期的一次重大政治改革 主要有几点 制定法令 加强王权 削弱贵族权力 收回封军三代后的权力和封地 精简机构 裁减冗原 在经济上 以农业为主 保障发展 在军事上扩充军备 提高待遇 吴启变法使得楚国的国力一时间大幅膨胀 不久之后 楚国北伐 收复被三进占领的部分之地 还向南平定百岳 使得各国皆害怕 然而 楚国的贵族势力盘根错节 难以根除 吴启变法造成贵族利益损失 在楚道王死后 吴启被设死于贵族发动的叛变 至此 吴启变法彻底失败 留下一个依旧古老傲慢的楚国 第五名 韩国 深不害变法 身处四战之地的韩国国力 一直处于较低的一个水平上 只以天下之强功近弩皆从韩出 才有近韩的名号 以及灭政前都新政金正州的功绩 但是随着各国纷纷崛起 韩国形势迫在眉睫 直到韩昭侯即位后 任命深不害变法来图强 韩国论领土面积 国力 人口 兵力一直都是垫底的存在 国军也以柔治国为主 深不害变法才成为韩国的一个亮点 深不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整顿励志 加强君主集权 并消灭国内几个强卒的私人力量 充公国有 这些错失使得韩国一时得以振奋 并稳定了政局 深不害强调以术治国 并要求国军遇臣有术 不能偏重信任任何人 并且任官还要考察其能力 如不行就换人 尽管深不害的以术治国思想 开创了之后的帝王心术 但是他的变法太局限 只有在得到明君的支持下才有奇效 而在遇到昏君时则变法无用 此外 韩国发展潜力也有限 因此深不害的改革 只使韩国崛起了十几年 让他国不再侵略 然而 韩国最终仍成为被秦国灭亡的第一个国家 第四名 燕国 招王图强和越议改革 燕国位于北京边陲 离中原较远 因此交流较少 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地步 在战国中继 燕王快想学古贤善让 导致国家内乱 差点背棋 中山灭国 就在这时 燕招王继位 继位时正值百废待兴 但他李贤下士铸黄金台 千金买股 吸引各国名士争相前往 招揽了越议 邹眼 巨星等一众人才 燕招王拜越议 维亚清 让其主持国政 越议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加强刑法和任人为能 并革新军事战法和纪律 越议的变法持续了28年 使得燕国得到重生并快速发展 公元前284年 燕招王以越议为上将军 率无国联合法旗 打下齐国七世成 杀齐敏王 报得大仇 但是在燕招王一死 燕惠王继位改用齐节代替越议 导致法旗大败 越议也逃到赵国 虽然越议改革失败 但也改变燕国软弱的姿态 第三名 赵国 胡扶齐设 三进分家的时候 赵国最北 初期 三进结盟共进退 一时之间三进迫弃 罚秦 败处 团结强盛 只是赵国往北是蛮荒之地 往南是最强魏国 东边与西边的中山国和秦国 都被魏国所迫和占领 因资源分配布军 使得最终三进关系崩溃 赵国跟魏国相误 一时间赵国几次被魏国占领 国独邯郸差点失去 之后赵武林王继位 大发改革 并在信攻大朝五日 加令义胡扶改兵至习骑舍 是中华史上首次以下习胡 修改传统士兵作战宽大的战袍和战车战术 进化成较为精小的胡扶和骑兵作战 在赵武林王的决心 赵国成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 并透过一系列攻击灭亡中山国 并将其纳为自己的领土 胡扶骑舍在军事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不过赵国缺乏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进 不过这仍然为赵国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时期一跃而上 超过了当时衰落的魏国和骑国 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可惜在长平之战中 赵国惨败 失去了逐鹿天下的机会 晚期只剩李牧独称大局几十年 第二名秦国商鞅变法 在战国时期 魏国率先实施变法投降 而与此同时 秦国因旧贵族势力强大 自秦造工死后便陷入了内乱 秦怀公因旧贵族不和而被迫自杀 林宫尚未 但只过了几年 秦林宫的叔父趁秦年幼时驱逐林宫 自立为秦简宫 在这段时间里 秦国君主更迭频繁 内乱不断 魏国抓住了这个时机 趁着秦国内乱之际击破了河西 掠兵上郡 使得秦国的形势变得十分危急 秦宪公继位知道要革新 但初步改革并不足以使秦国跃升 直到秦孝公下招贤令 得到了商鞅这位大贤才 才开始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商鞅便携带李逵的法经 投奔秦国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变法制度 包括废除景田制开始实行俊宪制 推行耕之和战斗的奖励制度 以及实行严厉的连作制度 这些改革让秦国国力开始恢复 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在秦国明军被出的情况下 最终在秦始皇时期 立统天下 然而 商鞅的改革对贵族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因此 秦孝公去世后不久 商鞅被诬陷为谋反 做法自闭 战死后被撤裂 尽管如此 秦国国军没有改变商鞅变法的路线 而是坚持改革 这才使得秦国最终能够一统天下 第一名 魏国 李逵变法 三家分禁不久 魏国接手的地盘 既没有他国负数 也没有赵国能打 但是首先做出改变的就是魏国 魏国用李逵主持变法 成为第一个变法的诸侯国 也让魏国成为了战国初期的大哥 李逵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四方面 一 官吏选拔制度 取消世袭制 对外招募贤财 二 改革土地制度 废除景田制 收回贵族的土地 回归给农民 用合理土地税收制度 鼓励老百姓开墾荒地 三 实行法制 编程六篇法经 条列出政府职囊及军工奖励等 四 改革军事制度 基军队整合 加强国家安全 随着魏国崛起 各国纷纷开始效仿 全部都是以李逵变法为篮本进行修改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商鞅变法 无奇变法和身不害变法 无奈于魏国最后政策失误 人才外流 使魏国退出天下 也许后世最熟悉的 就不是商鞅变法 会是李逵变法 我是好奇猫 点赞订阅我 带你看见更多的知识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